也就是我们在这一针的左右 在这一针的左右啊 需要给它规律的加针 这样加 我们需要给它隔一行加一针 一共加二十次 你也可以理解成每两行加一针加二十次 只在正面加针 反面不加 反面原有针数之就好 记住了吗 按照这样的规律啊 我们实际上是在一针的左右加针的 记住了吗 两边这样加针啊 当我们把这二十次 二十次针加完之后 你会发现怎样了呢 你的总针数来到了多少呢 来到了四十一针 宽度一共是四十一针了 好了 四十一针其实另外一侧啊 也是跟它相同的方法来完成的 知道了吗 它也是七一针 也是在两侧 可以好像加一针 可以好像加一针 这样加完针以后 总针数也是四十一啊 两边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完成了这两个 注意了啊 这两个四十一针的小三角之后 就要做什么啊 就要在两个小三角之间做连接 同学们注意啊 完成两个四十一针的三角 不要收针 直接就让它在支针上 你是分别完成的它俩 知道了吗 然后将两个小三角干嘛呢 在它们两个之间呢啊 我们要给它平加针 看到后背了吗 觉得很简单 对不对 确实不难 也就是这边四十一 另外一侧多少 也是四十一啊 我们两个四十一 我们两个四十一之间 要给它用绕线的加针的方法啊 给它加上多少呢 七十六针 怎样完成了这七十六针啊 给同学们讲一下 就是你在支的过程当中 直接在你支片的 看啊 老大这给大家举例 所以都乱在一起了 看 你在支的过程当中 直接在你的支片上啊 往你的这个右针上 绕绕线就好了啊 看 直接这样加的 看到了吗 我们加了多少 加了七十六针啊 好 那么现在总针数多少了 两个四十一 一个七十六 也就是这一行的范围之内 我们的总针数来到了一百五十八针 从这儿到这儿 一共 一百五十八针啊 好了 按照我们的这个花纹 这一百五十八针啊 我们要给它往返向上支 注意你刚加出来的这个花纹 给大家看一下截图啊 这儿有一个整体排花这几个字 同学们给它把图截下来 截下来以后给大家讲解啊 你在支的过程当中最早期啊 我们这个小三角支的是什么 支的是星星针 但是同学们要注意啊 完成这四十一针之后 就是说这个小方片小三角完成之后 我们要给它怎样啊 两边各二十二针的什么呀 星星针啊 然后这边是十二针的麻花 这十二针的麻花 近距离看啊 这边是最边缘 就是这个位置是二十二的星星针 然后十二针的麻花针啊 就是这儿就是那二十二针啊 这儿就得十二针麻花针 对不对 然后再往这儿呢是九针的星星针啊 这九针星星针就是这块 然后呢就来到了这一部分啊 还是十二针的麻花针 看到了吗 十二针麻花针 然后就是它啊 然后三针星星针十二麻花 三针星星十二麻花等等等等等等啊 按照这样的规律一直往这边走 看到了吗 两边是对称的状态啊 好 同学们已经了哈 星星针 它们之间都是这三针星星针啊 跟主体这个花纹是一样的 我们按照这样的规律将一百五十八针往返 往返向上推进啊 一直直着直 那么直到多高呢 同学们看啊 这个位置啊 十三厘米 看 十三厘米 从哪算 要从这儿算啊 可不能从底边这儿算 这儿算的话 高度是不对的啊 这儿啊 整个这儿的高度是十三厘米 好了 这时候我们要进行页下和领口的减针 注意 这是同时进行的啊 我们的两个页下和领口的位置 四个地方 同时减针 按照怎样的规律来呢 首先啊 这个位置我们要给它平收十四针 也就是减去十四针 这儿也一样 十四针啊 同学们 啊 这个位置是哪呢 刚好甩出了什么呀 我们三前边不是一共有 一二三四五 五组这样的马花吗 对不对 也就是刚刚我们这十四针减去的是什么呀 是这组马花 和另外的这组马花 它本身是多少啊 它本身是十二针啊 然后在十二针的两侧 明白了吗 各多减了一针星星针 也就是马花完全减去 这边减一针星星针 这边减一针星星针 刚好十四针啊 两边都是这样减的 减完之后 好了 向上直着 向上直着编织就行了 留三左这样的马花针啊 好 那么在这个位置啊 实际上我们也是有减针的 注意到了吗 它是隔一行减一针 一共减了四次 这边包括这边也是啊 前夜下算是 明白了吗 好 这边我们按照这个规律减针的同时 另外一侧也在减针 实际上 这三部分我们是分别向上直的啊 同学们要注意 好 这个位置的减针我们是如何减的呢 我们要隔一行减一针给它减十九次 注意到了吗 隔一行减一针 隔一行减一针减十九次 另外一侧也是这样的啊 另外一侧在门针领口的位置也是这样减 好了 剪完之后三部分向上直的高度一共是多少呢 同学们看啊 我们向上 一共给它从这个位置算起 一直到这个地方啊 整个后背片我们直了21厘米的高度 看到了吗 21厘米 然后前片呢 同学们看啊 从我们开始减针这个位置算起 然后一直向上 给同学们看一眼啊 看 从这个位置算起 然后一直向上 由于它这个位置呢 从视觉上啊 有点低 但事实上呢 它跟这儿是同时进行的啊 所以我们这个位置实际上呢 稍微的试比 后边这儿高一些啊 你一定要给它向上 往返边追多少 24厘米啊 前片的走高度有24厘米 但是当我们在真正的 编制的过程当中啊 你就会发现 由于它斜着嘛 所以它的这个高度啊 看 看上去非常长 实际上没有那么长啊 24厘米 一个24 一个21 看 完成之后 我们要怎样 取正中间的这个麻花 大家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啊 当你的整个厚微片 高度来到21厘米之后 我们在正中间麻花的位置 它这儿啊 一共8针 我们给它怎么样 平收掉 就是在12针麻花中间的 取8针 正针 给它直接收掉 收掉之后 别太紧啊 收到啊 收到之后 两边各多少呀 两边各 十九针 你看 这边取十九 这边取十九 然后在这儿 给它相互之间缝合 看到缝合很积了吗 在这儿呢啊 看 背面这儿 好 缝合完之后 整件衣服就织完了耶 很简单一个 小配事啊 如果你家里刚好 剩下一点点毛线 又不知道织什么更好 那么 这件马甲 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 为什么呢 因为 相对来讲啊 它与别的衣服相比 穿着更轻松更舒适 如果你要光穿一件 深色的衬衫 那么 有它做一个调节 整件搭配的风格 就会变得非常活泼 好 顺便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的麻花 12针麻花第12行 应该是第12行吧 给大家再数一下啊 12345678901112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啊 比如说我6针麻花 就是第6行 8针麻花第8行 10针麻花第10行 12针麻花第12行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是按照这样的规律啊 也分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 我们希望整件衣服 要更舒展一些 那么很有可能 12针麻花 我就要给它第14行 拧甚至第16行 拧都可以 就这件衣服来说啊 大家在不增加 帧数的情况下 想让它变得更加舒展 完全可以让 这12针麻花第16行 拧都没问题啊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你完全可以参考 好了 整件衣服的织法 就已经讲完了 小巧的一件 用于搭配的小配饰 如果你喜欢 请点赞 非常感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